是真正缺点 就算是修好线路 也会公布两边 过去台电站在第一线 吸收成本抑制通膨 不顾亏损 如同雪球越滚越大 累计到去年 已经突破3826亿元 如今就连经济部也承认 如果电价再不调涨 年底台电将面临财务危机 两户九月起到三户三百 但是有关没法未报台电的了解 经济部长王美花就说 这电价真的没去没等你 整体我们都会一起考量 团出今年四月 高厚用电的大户会起之下 收店家基厚用电 也有330多以下民生用电 都会全面掉起 以及有1,357万户的家庭 会受影响 根据国际领域众所的统计 比较在日本、韩国、泰国 新加坡等阿州主要国家 一栋主体用电三户 到一户金定点 台湾一栋电不够三户 百战九第五戒 另外进入用电方面 国家是全球第三户 单就去年的规则来讲的话 台电必须调整的幅度 是25%到38% 这样的一个调斧 又全部由产业来用 他们很难接受 对于产业的竞争力 会有影响 要享受电价 还要解割台电的开顺 就会检查三户的竞争力 这部分真的很胖胖 明时,什么总的合不住